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洪准 在10點到10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在開始之前 我先跟大家談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的節目時間呢 將會變動一下 所以呢我的節目 洪老師的節目 將會調整到12點半到1點 那也歡迎支持 我們金流選股的投資朋友們 繼續在12點半到1點的時間 給我們做支持 那台北股票市場呢 今天小漲30點 那重點在於說 在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是小於昨天的量能 那我昨天在我的盤後節目當中 我有提醒過大家一件事情 現在台北股票市場 就指數的角度而言 就指數的角度而言 昨天是不是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 來到10,140點對不對 那這個10,140點過了之後呢 其實它已經產生了一個指標背離的現象 因為我的指數過高了 可是我的指標的部分呢 卻沒有跟上這個過高的腳步 所以呢這個在技術面上面 稱之為指標的背離 那背離乃為超盤手之最大警訊 所以呢在這個地方 你要特別留意特別小心 有一些個股方面呢 你不要用追價的方式 波段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那我們在股票市場的投資啊 我們要關注三個很重要的價位 一個叫轉折 一個叫支撐 另外一個叫壓力 所以呢每當來到轉折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指標的訊號 所以呢現在是一個高手過招的盤的時候呢 當轉折再度來臨 那你要怎麼樣去做抉擇 這個就很重要了 所以呢在1月4號的時候 你還記得嗎 當指數跌破9400點大關 當指數破了9400點 全市場一片風聲鶴唳的時候 我用兩件事情跟大家講 講說台北股票市場 要再占萬點對不對 當時在1月4號的時候 這是我傳真稿的內容嘛 我說第一個中美貿易 它要協商 所以台股會再占萬點 這是第一點 這是什麼 這是正式面的角度來看 那我們如果從技術指標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當指數跌破了9400點的整數關卡 重點在於這個東西啦 這個東西 這個叫BIOS的指標 BIOS的指標呢 它會有一個乖離的現象 那乖離過大 乖離過大 它都會做收斂 所以呢當我的BIOS指標 跌破了-3的極度恐慌時 那很抱歉 它就是已經市場的信心 幾乎是崩潰的狀態 它是屬於最後的洗盤 它是屬於最後的洗盤 所以呢你看到喔 加權股價指數有沒有 它從9400點 1月4號這一天 1月4號這一天 它跌破了9400點大關 就技術面的角度而言啊 你如果看到過去的技術分析 它所跟你談的 一定跟你講說 因為跌破了重要的支撐價位 所以怎樣 所以台北股票市場準備要下探 9000看到8000看到7000 有哪一個人 那時候敢跟你講說台北股票市場要再占萬點的 那個人他不是瘋了 那他就是極度的聰明 所以我們看到 從9400點這個地方跌破之後 我跟你講說技術面 第一個BIOS啊 我們從BIOS的指標來看啊 他已經跌破負三了嘛 盤中是跌破負三的嘛 他如果跌破負三 已經來到一個極度恐慌的買點 這個東西很特別喔 你有沒有想過 每一次啊 當大漲的時候 很多的分析師或者是市場的專家 都告訴你要去追股票 有人告訴你說 跌破那個支撐價位的時候 他會做反彈的嗎 很少 因為市場上面 大部分的投資人 他們都屬於看漲縮漲 看跌縮跌的嘛 可是呢 正常的操作就是 你要買在這個低點 你要買在這個低點 當我跌破9400點的時候 如果你去放空的話 一路的被軋空上來 這是軋空了將近600點的距離喔 這是軋了將近600點的空間喔 那同樣的 當你在這個地方 全市場都已經非常樂觀 每一個人都很high的時候 然後你去追股票 真的會讓你賺錢嗎 那你再看一下 我們把時間拉長來看 前波的高點在10148的位置 現在是不是已經接近了 已經接近 只差8點就要過去了 那我BIOS如果這麼高的情況下 我如果過高 先上一樣就會後下 先上就會後下 所以在這邊的操作 你要特別的留意 我並不是看壞市場 但是我跟你講說 短線上面買點 你要特別的去做計較 因為金珠年是一個大行情 它是一個超級大行情 我說從過去的歷史的角度來看 當1200億元融資來到的時候 歷史上只出現過三次 所以你們正在見證一個歷史 你們正在見證一個歷史 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在2008年 第二次出現在什麼 104年7200點的時候 這個是3955嘛 這是7200點嘛 所以呢每一次來到這個低點 融資余額創下新低 都來有都後面都有一波大行情 可是中間會不會經過一個震盪洗盤 它一定會洗 而且會把市場上面 這些不安定的幅額 通通把它洗掉之後 它才會開始往上走高 那時候不只是11000點而已 只要一旦衝上去的時候 台北股票市場 我跟你講說 它會看到歷史性高 所以我們的分析 它是有一個依據存在的 我不是憑空去想像 說我今天覺得說台北股票市場 應該要創歷史性高 它就創歷史性高 應該要再占萬點 它就要再占萬點 我是憑著市場上面 告訴我的訊息 告訴我說 現在已經來到一個 BIOS極度恐慌的時候 所以我告訴你說 它會來萬點嗎 那未來呢 當你現在看到一個市場上面 指數的部分 已經出現一個背離警訊的時候 在短線上面你還要去做追價嗎 昨天最熱門的個股是哪一些 在被動元件跟矽晶圓嘛 你打開任何一個節目 上面下面左邊右邊 我想每一個市場上面的專家 都會告訴你說 他們買進了被動元件 買進了矽晶圓 可是呢 如果你沒買的話 你今天 昨天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你不要用追的方式 當你沒買的話 你用追價的方式它是不是要洗你 它是不是要洗你 那你今天 乖離這麼大的情況下 如果一洗回乖離 一收斂這個價差 這個幅度跟空間啊 它都是很大的喔 它都是很大的喔 那你包括在2492的華興客 是不是也是一樣 因為一整個族群一起連動嘛 6488的環球晶也是嘛 那你的買點如果錯了 你的買點如果錯了 那你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的風險性相對是提升的 所以我一直要你掌握節奏 第一個 金流選股你要放口袋 回測支撐的時候勇敢買 當你做到一選二回 你自然能夠三大賺嘛 所以我們能夠掌握節奏 才能夠輕鬆戰勝大盤 才能夠輕鬆的戰勝大盤 你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必須要有領先市場的思維 有一些產業正在做改變 但是這些改變誰會先知道 公司探錢一定有人會先知道 其實資金在流動的過程啊 那些市場上面的大戶法人 他們在市場的訊息出來之前 他們都已經掌握好了 那他們掌握好了之後呢 當然就會先做布局啊 那一開始的布局絕對是小量 一點點一點點的量 再去做布局 所以你很難去發現到 如果你沒有我們的操作模式 你沒有辦法再從資金的流下面 去抓到股票的話 你很難發現到那個細微的波動 可是呢 我們卻能夠從市場的統計 從市場量能方面的統計之後呢 告訴你說哪一些個股 哪一些產業 它有人在做布局 而且這些產業在布局之後 未來會有利多的消息出來 這個才叫操作對不對 這個才有辦法讓你成為市場上的贏家嘛 因為我都是領先市場啊 我都是領先市場 告訴你說未來的機會在哪裡 那你在過年之前 我就已經跟你談過了 年後回來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叫MWC展 這次的MWC展呢 國際的通訊大會 它會推出很多很多的新手機 那智慧型手機 它因為已經飽和了 要買智慧型手機的人 都已經買了 那它買的 現在市場上面 你有辦法再做更新的話 硬體上面你要再做更新的話 必須從外觀的結構上來做 所以呢 這一次在展覽方面啊 這個題材很重要 它叫什麼 它叫折疊式的智慧型手機 那這一次呢 包括在三星的部分 包括小米 華為 他們都要推出智慧型手機 可折疊式的喔 MOTO的部分也是一樣喔 那MOTO甚至已經在官網上面 都已經發布了這個可折疊式的智慧型手機的影片 所以呢 智慧型手機開始做折疊之後 會產生一個新的商機 就很像當年有沒有 我們告訴你說3D感測元件 這個臉部辨識功能 未來導入蘋果的手機供應鏈的時候呢 它會造成包括3D感測元件的大漲 所以PA族群那時候穩帽宏捷科大漲對不對 那這一次你有辦法再複製那一個文貿宏捷科的模式 而且就在這個手機裡面 這個可折疊式的手機啊 如果未來大賣的時候 大賣的時候會帶動兩個需求 一個叫做軸承的部分 一個叫做可饒式面板 那這兩個 這兩大的族群啊 都是過去沒有 以前智慧型手機哪有在折疊的 只有以前那種海豚機 海豚機那個時代才有折疊嘛 那現在新的商機起來囉 就很像當年 誰在做臉部辨識 哪有一家廠商在做臉部辨識 可是呢 當Apple開始導入之後 全市長全部的手機品牌 全部都在做 那這一次一樣啊 以前哪有什麼折疊式的智慧型手機 那未來如果這樣子 未來這個折疊式的智慧型手機 如果開始風行的時候 那整個零組件的業績 會不會出現爆發 那如果出現爆發的時候 哪一些個股會是市場上的主流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回來繼續告訴你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運打從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地震速波 028773 8859 只要撥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 8859 運打從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地震速波 028773 8859 只要撥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 8859 運打從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地震速波 028773 8859 只要撥通就讓您發很久發很久 028773 8859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瓦斯桶 瓦斯桶 從現在起 三個藥 五個不 預防瓦斯桶 勤洗手確實消毒 雞肉 蛋要熟食 要買合格標誌的瓦斯桶 不生食 不購買 不自行宰殺 不餵食 不接觸 三藥 五步 瓦斯桶 保護 人間處處有情篇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洪准 在十點到十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那上個階段的節目我跟大家談說 未來市場上的主流將會轉到 可折疊式智慧型手機的部分 那你如果昨天有去觀察 中國大陸股市的表現的話 你會發現到 在路股裡面 OLED面板 這個可折疊式OLED面板的零組件 其實它是大漲的 它是大漲的 所以可勞式面板的這個族群 已經讓法人們都已經開始關注了 因為2月底 三星會推出第一支的 折疊式智慧型手機 然後小米華為Moto 他們也準備要推出來 這個是以前沒有市場上面都沒有的東西 然後開始有人在做生產 以前沒有的訂單 現在未來會很多 未來會很多 當然業績就會開始出現一個爆發性的成長 這個是看得到未來的人 你才能夠知道 但是資金早就已經先做佈局了 錢早就已經先買了啦 公司探錢有人會先知道 所以當這一些公司 他已經預判到了一些未來的狀況的時候 不管是法人 還是本身內部的人 或者是資金面內資人 他們經過調查發現了這個商機 所以他就先買了 他就先買了 那在去年底的時候 人家早就已經在佈局了對不對 12月27號 12月27號 當我們的金流選股告訴我說3548的兆利 他有錢在買 他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我說在量能的操作上面 有三個很重要的 有三個很重要的方法 其中有一個叫變動量法 變動量法的部分就是以前都沒有人在關注 但是突然之間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而且那些佈局的資金他是法人他是大戶 那我們就把這些個股抓出來 這個叫變動量法的部分 那你在做變動量法在做的時候 第一個他會產生一個價增量漲的狀況 所以這一檔股票3548的兆利 他經過一個橫盤整理對不對 他經過長時間的橫盤整理 突然之間出現了爆量上漲 那他已經出現在金流選股裡面 12月27號了嘛 所以他的量能突然出現暴增的時候 代表說有資金已經在做轉入了 但是這些錢他們在做佈局的時候 一定會洗你 他們一定要把你洗掉 他才會走一個大波段的走勢 那你在買點上面必須要計較 第一個他突破壓力之後 你要拉回測試支撐去做佈局 所以轉折壓力支撐 那你的支撐點在哪邊 這個就是你要去判斷的地方 這個就是價格要去判斷的地方 那我說了他突破壓力之後回測支撐 那你要找到那個支撐的價位在哪裡 當時我就告訴你說我設定在哪裡 在月線的部分 所以突破壓力之後他會沿著月線開始走高 這個叫慣性啊 這個叫慣性 你有發現說這檔股票 每一次回測支撐上來 每一次回測支撐上來 所以這一次一樣他會回測支撐之後再上來 這是12月27號的照例嘛 那你回過頭來看 現在的照例是多少錢 當時的價位不到60 現在已經在68了 現在已經在68了 所以12月27號的照例底加 12月27號的照例底加 我說他突破壓力之後會回測支撐 那支撐點就是在月線的附近 就是在月線的附近 所以你的成本如果跟阻力 他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的成本跟阻力差不多的 你才有辦法賺到這麼大的幅度跟空間嘛 我沒有跟你變來變去 我有沒有跟你每天講很多股票 什麼股票漲頂版 那是因為我看見了未來 所以我告訴你說這一張股票他有機會 而且誰跟我一樣看到他的機會 那個人叫做外資 他就是你們最討厭金頭髮 藍眼睛的那些人 他們早就已經在這個地方 悄悄的在做佈局 而且他在佈局的時候 這個他們已經是買第一筆 第二筆第三筆了喔 所以當這一些法人他們在作價的時候 他們不會只做一次 他們一路的一路的一路的往上買 一路的一路的布局下去啦 因為這個利多都還沒有出現 這個利多大家都還不知道 那很多市場的散戶他反而會跟法人站在反向對不對 你看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融資餘額的部分 當他股價在上漲的時候 股價從50 58.9元一路的漲到70塊錢 一路的漲到70塊錢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他的融資餘額 卻是從原本的高檔開始一路的往下墜 開始一路的往下墜 因為獲利了結了嘛 漲上來了有賺錢我就跑 所以你看到他的融資餘額是一路的往下降的 那已經來到3300張的時候 對他而言他的籌碼面是不是越來越穩定 所以一般的投資人的手上的籌碼 被利金清洗過後啊 被來回的洗盤嘛 因為他每一次就把你拉上去之後 拉上去之後就回越線 拉上去之後如果他在回越線的時候 這些融資馬上就跑光光了 嚇都嚇死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 如果你的成本沒有辦法在這麼低的位置 那你很難怎樣 很難抱得住的啦 你很難抱得住的 所以操作上面你必須要有公式跟方法在做運行嘛 那你要看得見這一檔股票的未來啊 你要知道說什麼時機點進場 你有辦法去戰勝敵人 孫子兵法勝負理論三原則他告訴我的 第一個你要有不敗給敵人的條件 你要有等待戰勝敵人的時機 你要預測敵人的戰績 你不能蠻幹 你不能蠻幹 所以呢股票市場的操作 它是非常非常專業的 它是非常專業的 你不但要研究整個市場的產業的發展 你還要看一下川普的臉色 然後每天川普講什麼 你都要去必須要去思考 他在講這個話的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所以股票市場的操作難度是非常高的 不是你想像的 就是四個號碼兩個字丟出去就好了 沒這麼簡單 那我們在操作上面我們有一套公式跟方法 我們不是神 那每天都要做神明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套很強力的系統 然後來告訴你說哪一些股票他有資金在買 而且掌握他的節奏 掌握他的節奏你才能把你的勝率拉高嘛 比如像這一檔個股 當時我們在買的時候一樣 當指數大跌112點 行情跌下來了 指數中錯了 可是我發現了這一檔個股 他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 他是1760的保齡附金嘛 所以我們當時的買點在哪裡 我們當時的買點在90.9元 90.9元 然後呢 他在亮縮洗盤的時候 我不改變啊 我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我說我支撐向上亮縮洗盤 洗盤完他就要結束往上攻嘛 他就要結束往上攻嘛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到 他跟誰一樣 他跟照例是一樣的 每一次啊這種強的股票拉回 回側月線的時候就開始往上漲 這個就是現在市場上的節奏 這個就是市場上的節奏 也是未來金珠年最重要的一個tempo嘛 所以呢 當我預告洗盤結束的時候 其實我們早就已經在賺錢了 我早就已經在賺錢了 1月25號的時候獲利13.5元 10張你就可以賺13.5萬了嘛 甚至呢來到15塊錢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一張股票你可以賺15塊喔 大盤沒什麼動啊 大盤都沒什麼動啊 可是我們已經先賺起來了嘛 當時我們在賣 在106元獲利了結 一張啊 你可以15 一張你賺15塊獲利落袋了結嘛 那為什麼我會賣 因為我在盤中看到了一些訊息 看到了一些資訊 所以呢我們會做一些持股上的調節 但是調節完了 當然會有新的股票啊 因為我們有一個選股詞 那新的股票會在做布局 那時候布局的是誰 那時候布局的是誰 4927的泰鼎嘛 我就跟你講說 這檔股票呢 他在做一個震盪整理的時候 當他的資金已經現在做轉入的時候呢 那你要怎樣 你要找買點去做布局啊 所以資金的流向 他能夠預告給你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那你要找的就是錢在買什麼樣的標的 你要找的就是資金 他們是怎麼樣去做布局的 而且你的成本必須跟主力差不多 你不能跟他們差太遠嘛 那我資金的流向的時候 當我資金告訴我說 這一檔個股有錢在買喔 有資金在做進場布局喔 他一樣用變動量法可以告訴你說 有人在這檔股票裡面 有人在這檔股票裡面做布局 所以當你布局的時候 量說整理你要找買點 量占比從100來到50 這個叫變動量法 這個叫變動量嘛 以前默默無聞 這裡哪有人在談他啊 沒有人在講這一檔股票嘛 但是呢 當他的資金的量人開始回來的時候 突然之間出現暴增 那你要買點必須在回測的時候 量價背離你要徹底來做布局 41元買進40.95元成交對不對 後來1月30號 休假之前創下新高 休假之前創下新高 我叫你要心無雜念 你要報警 你要報警 心無雜念 回來亮燈漲停板2月11號的時候 波段獲利來到17個percent 波段獲利來到17個percent 那我的買點在哪裡 我的買點是不是跟主力的成本差不多 這個叫做操作嘛 當我量說洗盤的時候 我的買的了是誰 但外資在小買布局他大買自然就會做拉抬 他大買自然就會做拉抬 經流先預告了 拉回測試支撐找買點 然後呢主力的成本區間差不多的時候 自然有人幫你做抬轎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一貫以來的操作模式嘛 就算你今天錯了 我們也有做錯的時候 但是錯的時候幅度它不會太大 但是你一旦對的時候 它就能夠拉開一個大波段的距離 這些內容我都分享在我的LINE AT裡面對不對 1月24號的時候 當時我就已經分享在這邊 我說整理量說量價背離 所以徹底你要佈局 那你要不要掃進我們的QR Code 你應該加入我們的LINE 有更多的資訊內容都會在裡面 甚至未來機會點在這邊的時候 我也會先告訴你 技術面準備要轉強價值被低估的個股 平台整理結束之後 它就準備要做啟動供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投資人分析之客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電空財經台 為投資人打造全新的海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急問及答 盤中及時為您解答 4月前 明天早上9點開始 盡情鎖定運通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您的新台幣已經超額 會被海關沒入哦 依喜簽防治法規定 每位旅客出入國境 攜帶超過新台幣10萬元 需向海關申報 如未申報 超額部分 將由海關沒入 若申報不時 也會將超過申報部分沒入 如時申報 則會退運超額部分 除了新台幣 您還能使用其他支付工具哦 每位旅客出入境攜帶新台幣限額10萬元 106年6月28日起 超額攜帶其他支付工具